又是很平常的一天,却发生了很不平常的事 李老爷看天气好就去钓鱼 没想到这钓鱼还钓出了一个无价之宝 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李老爷这个人不喜欢干其他事情,平时就爱钓鱼 结果这天钓鱼待了一上午,却没有一条鱼上钩 李大爷心想,今天这鱼还真是不给面子 准备收干走了的时候,鱼钩挂住了一个东西 拉不上来也不像是鱼上钩的样子 李大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拉了起来 结果一看是一个同质的王八,背后还背着四把剑 这一拉上来还真把李大爷看傻了眼 自己不知道只能送到博物馆里面问专家了 当时专家一看见这个就大为惊叹 这个王八通高10厘米,长21.4厘米,宽16厘米 重1.6056千克 这让专家马上就想到了3000年前作册搬铸成的青铜园 刚开始专家只是有些怀疑 但是当专家看到这个王八背部有树形痕迹清晰的明文的时候 就大呼,这是五价之宝啊 李大爷不敢相信,不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王八 就是五价之宝了吧 专家告诉李大爷,原在古代是一种神物 虽然古代以原作造型的器物比较常见 但是青铜园确实非常少见的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而且还不单单有历史印记 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了礼仪方面 礼记设意就曾在《摄者进退周环秘中礼》 青铜园身负四件 这个研究商周时期的设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于研究历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而且这个青铜园的形态非常逼真 也是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 那你表面更多艺术价值的 也很具有重的 也很具有的